乐飞 欢迎来到赵丽都市 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 赵宋的江山是从人家厚州那来的 当年厚州小皇帝等级孤儿寡母的民心思辨 结果赵匡英上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嘉一》的一出戏 把大好的江山从厚州变成了大宋 所以后来整个中宋一朝 对柴家都是非常照顾有加的 毕竟你本人的江山都给划在手里 因此在各种民间故事中历史书中 我们都会看到柴家人的身影 最知名的有几个 比如说杨家将中杨六郎取的是柴郡主 《水浒传》中有一个小旋风柴剑 人家还有当年大宋皇帝 颁给他们柴家的免死金牌 可是当我们吸毒历史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有一个很吊诡的问题 什么呢 大宋王朝到底应当恩御柴家 还是恩御郭家呢 为什么这么讲 有一个人很关键 后周世宗柴荣 柴荣几乎被称为五代第一明君 可是当我叫他柴荣的时候 我实际就在犯一个错误 因为柴荣 人家不应当被叫做柴荣 柴荣自己都说 我不姓柴呀 我姓郭 我叫郭荣嘛 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呢 咱们清楚啊 后周太祖郭威 那也是一代明君 只不过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怎么办呢 恰好他媳妇的侄子叫柴荣 小孩长得非常聪颖灵晦 郭威特别显 于是干脆 郭威跟柴家一商人 这样吧 把柴荣过季给我 当我儿子 改名叫郭荣 在柴荣很小的时候 郭威就把他养在了皇宫之中 父子感情非常深厚 以至于郭威死后 后周的江山就传给了郭荣 咱们清楚啊 在中国古代 一个王朝的法统 那是非常重要的 还没有出现过哪个王朝说 传着传着传到一半 嘎啵 换了一姓了 本来是大唐江山姓吕 突然改成这个大宋江山姓赵了 那是不可能的 改姓必换代啊 而后周没有换代啊 后周从太祖郭威 传到世宗郭荣 人家官方认为 我的法统没有断呢 原因很简单 所有人都认为 郭荣是已经过继给郭威的了 人家就是郭威法统上的儿子 而且大家知道吗 在整个后周一朝啊 郭荣生物学上的父亲 也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柴守旅 是以国旧的地位存在的 从来没有因为他儿子当了后周皇帝 他就被追封为太上皇什么的 那是不合法的 因为当过继完成之后 郭荣就不是他的儿子 而是郭威的儿子了 换句话讲 到郭荣离死 他都认为 我姓郭 我不姓柴呀 也就是说 对于大宋王朝来讲 他们应当明白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他们的江山得自于郭姓的后周 而不是柴姓的后周 你要恩于前朝的人 你也应当恩于郭家 而不是恩于柴家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整个大宋大儒很多呀 不是没有明白事的人 那为什么中宋一朝 他们恩于的是柴家 而不是郭家呢 你想啊 大宋江山 完全可以说是得位不正啊 欺负人家孤儿寡母 把江山串了过来 所以对于大宋王朝来讲 他要宣称的是 我们这个善让是合法的 你看看 郭威没儿子 善让给他妻子柴荣 柴荣儿子太小 所以善让给我们赵邦印 宋太祖 宋太祖死的时候 又感觉到主少国仪 所以不能把位子传给儿子 要传给他弟弟赵光义 就这样 一代一代的传承 似乎都是不合理的 不合法的 但是都是为了国家好 这就是为什么 一定要恩于柴家 宣传柴荣 而不提人家真正叫郭荣的原因 其实啊 相似的事情 后事也有人在做 我们再举个例子 民族英雄收复台湾的郑成功 他叫郑成功吗 他不叫郑成功啊 郑成功 很多人都知道 他被朱明王朝次姓朱啊 他是国姓爷呀 人家应当叫朱成功啊 可为什么几百年来 我们都习惯叫他郑成功呢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清代掌握了话语权 清代认为1644年之后 就没有明代的存在了 所以哪有什么国姓爷 哪有什么次姓朱啊 你就姓郑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